全台第一豪宅霸主 准备好一起开箱 联聚的豪宅 我这一看豪宅 大家好 我是韦昕 建筑界的兵力 终于等到豪宅一个联聚建设的作品 想看一眼 无论哪位达官显贵都得慢慢排队 想买一部听说还要被身家调查 每次推出新案都造成轰动 不断改写房价天花板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连聚宝盒大厦 走进去宛如来到绝美国务馆 收藏1933年英国国王劳斯莱斯座架 以及17世纪罗马画作 其中我们要开箱的是 152.59平的室内空间 号自千万打造 到底有多奢华经验 连聚宝盒大厦觉得颠覆你的想象 想一想建筑能不能够改变一座城市 这里是台中七起重化区 众所皆知的豪宅聚落核心 之所以能够跃上国际版面 其中一个重要关键就是连聚建设 打下了江山 它的豪宅重新定义了台中的天际线 你所看到的每一栋连聚作品 都是建筑迷知名巡礼之地 县市首长入住 国际巨星来访 连聚建设名声有多狂 每次推出新案掀起豪宅市场旋风不说 光是排队预约赏屋的富豪 至少白足以上 甚至有媒体报道过 想买一步 你得先被身家调查 论品牌力连聚媲媒建筑界中的兵力 对设计品位的坚持远远超过客户的想象 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 董事长姜维伦于是最关键的人物 他靠鞋盒闯出一片天 Prada、Armani、Hugo Boss都是他的客户 1994年怀抱着对建筑业的热情 姜维伦跨领域创立连聚建设 那一年做鞋盒他是大王 盖房子他改写标准 第一个案子何元就震撼豪宅圈 创下当时台中别社的新天价 欲戴蒙贯必处其重 要扛住豪宅一哥这个称号 姜维伦有一套缺点经营学 每栋完工的建案 一定要求各部门找出100个缺点改进 为了让顶级客户满意 苛求完美吹毛求疵 就是连聚看待每一个作品的态度 定毛金字塔顶端客群连聚改写了台湾豪宅的历史 每一次的推案一定会有几个特色 比方像是新古典主义外观 博物馆及收藏以及一条龙服务 对建筑的专注以及品质 也是连聚获得认同的关键 走进连聚的豪宅 就像走进博物馆 康熙皇帝所赐的玉扁 十七世纪的油画 局目所及都是两三百年的历史文物 为了存放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 连聚在台中甚至盖了好几间仓库 连温湿度控制设备都一应俱全 有人说联聚的建筑就像一座艺术品 为台湾掀起了新古典主义风潮 甚至吸引新加坡国际级地产商 指名来台取经 现在我们就先实际绕一圈联聚宝和大厦 带你一堵风菜 壮阔圆形列柱 十极而上的十阶 搭配拜占庭帝国十字花纹家辉 增填风华 外观以沉稳轩昂的帝王之姿 细致诠释新古典优雅风貌 宝和的命名取自于易经 意思是万物和谐心心向荣 连聚宝和大厦规划地上 三十九层擎天地标 采用与台北101同等级的SRC纲冬 提供最稳固的居家安全保护 为了铸就家的艺术 领路退缩27米 只为呈现一座城市花园 绿意异于百年张树与洛宇松步道 当潺潺流泉涌入 更为住户带来源源不绝的财运 豪宅霸主的地位绝非浪得虚名 现今奢华公社中常见的SKY LAUNCH 就是有连聚一手引领 但其他人学不来的是连聚的艺术气质 透过官网的公社照片带你一起品味 经过旋转门厅 硬幕眼帘的是天花板 群挂的三盏水晶手工吊灯 意大利威尼斯700年工艺成作品 低调奢华更显质感 大厅两侧更挂着17世纪罗马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作品 另外地下室规划室内篮球场 地板比照美国NBA等级 39楼SKY LAUNCH BAR则采半独型设计 透过十字窗景和欣赏七奇美景 但最让人惊艳的是停车场 成立一部1933年的劳斯莱斯古董车 这可是当时英国国王爱德华巴士 与辛普森夫人的御用作家 连继的作品强调眼见为凭 从来不盖样品屋 没有华丽的销售技巧 只用作品说话 接下来我们帮大家介绍的是 16楼A户 152.59屏的室内空间 一起上楼瞧瞧 推开大门 金雕把手揭开豪宅序区 L型隐藏鞋柜 改成收纳空间 转过弯 一面而来 十米撞破窗景 在沉浸的日光照应下 更显豪门气度 连继的豪宅街 以大屏数 毛费交屋为主 相当符合高端客群的需求 今天这一户 是位在16楼中楼层的位置 透过整面落地窗 也可以感受到 极佳的采光以及视野 有趣的是 华人认为 6跟8是吉利的数字 所以这一间 16楼A户的直迷度 也特别高 来到阳台空间 望向60米市正路 明镜绿意蔓延 连据洞竹先机 看见地段价值 龙宝宝贵的豪宅就在旁边 这里可是一级建商集中地 正商名流买豪宅除了地段 邻居也很重要 不只是希望整栋大楼垂直面均值 富豪要的是前面这整条市正路 水平面都是金字塔顶端客群的连结 才能造就豪宅不返身价 彰显身份与影响力 居住的空间 人不忘装点温馨 这里是屋主拥有最多回忆的地方 以墙面为宿书房 一家人常常在这看书玩游戏 比起客厅 书房更能增进感情 有别于客厅多以白色食材 展现奢华大气现代风格 参厨区域改采 沉稳缠风实体墙面作为主视觉 搭配香槟色系的厨具 更显优雅气韵 换个角度 欧式圆桌上方 搭乘耀眼迷人的吊灯 在这里惬意享用着美食佳肴 仿佛宫廷里贵族的慵懒日常 在连居的豪宅里面 一定会看到几个细节 例如从热潮区旁边的这个门 可以直接通往货梯 让主服通道分离之外 也增加了居家工作动线 另外还有这个超宽敞的工作阳台 也是连居的豪宅标配 16楼A库的三房 皆以套房形式规划 每一间皆享有大面采光 我们就先从小孩房开始看起 光线明亮自已流淌在房内 两间小孩房皆以简单素雅风格为主轴 多处留白让孩子更能尽情发挥创意 墙面采用特殊漆 营造纹理及清水混凝土的质感 联机的人文美学底蕴深深影响着屋主 室内整体设计理念 也不忘致敬连居宝盒大厦的外观 除了大量使用食材 对称感也取其经典之美 整整耗自1700万装修 对很多人来说 相当于一套房子的总价了 视觉规划上 以优雅高尚的纯白为主调 行作奢华亮貌 从书房墙面双向出口 以及主卧两边通往更衣室的门 也都能看见新古典主义所强调的对称性 最后一处主卧重头戏 近13屏空间切分为三个部分 以更衣室作为睡眠和卫浴的中介区域 设计的最大境界在于让人绝对的放松 每每回家都以为误床的某间五星级饭店 主卧影光入室 搭配沉稳色系 拥有低练的优雅高级感 两个走刀通往更衣间 既保留隐私性 设计上更是一绝 穿衣进身间拉门 这里还有一处神秘机关 一键上锁后 必须用密码才能打开门 更衣室另有隐藏门摆放保险柜 提高富豪讲究的安全性 兼具美观与实用的位于空间 是心灵寄托 与热水洗的一身疲惫 享受独处的片刻宁静 连聚的豪宅之所以迷人 从里到外都是询问 环设152.59平空间 独立后阳台 主服隐私分界 三面彩光搭配10米窗景 全掌七起核心 走入家门的每一步 都是场生活饗宴 看完今天的豪宅来分享一下 连聚建设品牌生育卓越 是台湾豪宅建筑学习标杆 每次推出新案都能造成业界轰动 作品如同博物馆精雕细琢 收藏更是如主家珍 一条龙服务也升值顶端客层的心 连聚宝盒大厦坐落60米市站路上 除了是七起最重要的足干道之外 沿线一级建商云集 不只能彰显身份和影响力 还能造就区域内豪宅的不返身家 社区规划华丽公社 除了有少见的室内篮球场 还有高空sky lunch bar 走在社区随处可见珍惜的昂贵收藏品 像是英国温莎公爵和新女分夫人的御用座驾 还有17世纪的知名画座 今天开箱的是16楼A户 152.59平配有两个车位 开价近9千万总将门槛比较高 但是格局规划金雕细琢 间间套房且大面彩光 配有千万装潢 只是多数富豪偏好某配屋自行打理 这一间的设计面相对比较没有弹性 这点提供给观众朋友参考 今天这集也感谢信实地产的协助 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 想要进一步了解物件 欢迎联系销售窗口里程权 另外别忘记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优秀点想讨论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的看法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